来之前设想的金门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比较落后 比较落后 那你过来之后的感觉呢 过来之后发现更落后 像你们那边的县城对吧 可能还不如县城 不如县城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乱世佳人 我是山官乱 今天我们的场景又欢迎了 但其实我们还是在金门 而且我们今天有一个惊天创举 之前我在台湾的时候 其实我很想采访台湾各个大学的陆生 结果一直没有这个机缘 没想到这个愿望 竟然在金门给我实现了 也非常感谢我们团队的朋友 昨天我还在埋怨今天的台风 让我们连餐厅都找不到 饭都吃不上 但没想到也是因为多亏这个台风 让金门停课停班 然后我们才能找到三位 在金门大学交换以及读书的陆生 我们第一位呢 大家已经看到了是一位帅哥 来自山东的贾同学 贾同学你好 你好 哈喽 请问就是你是来自山东哪里的 山东资博 资博 来了多久了 来了有不到一个月吧 二十多天 才来二十多天啊 当时为什么选择来金门大学 因为我们那个大陆的那个大学 跟这个大学有合作嘛 我是棒球专业的 棒球专业 那你来台湾来队了呀 好好好 对对对 你没打算去台湾本岛 因为金门没有 台湾本岛有很多棒球算 你没打算看 我明天的飞机飞台北 明天的航班希望没有取消 我不知道会不会取消 祈祷吧 对 那你经常有关注台湾的棒球队吗 也有吧 但我因为台湾的棒球队一直很强嘛 然后中华职棒我会经常看 主要是看美国那个大联盟看 对啊大联盟看比较多 现在大陆已经有很多那个职业棒球赛了吗 有中国职业棒球联赛 在应该是去年吧 去年前年开的 你为什么会选这个专业呢 感觉很冷门 至少目前在大陆是很冷门的 对啊 所以冷门锁起来练啊 这热门跑不上吗 我很好奇 那中国的这个棒球赛 它有没有像台湾的这样 有很多拉拉队啊 女孩在跳舞 没有台湾这么 也没这么娱乐化 几乎没有观众 门票我估计都不用买 就去的 那你这20多天来到金门 就是有没有 比如金门哪里比较让你喜欢 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餐厅下午两三点就关门了 晚饭呢 晚饭它过了点也关门了 六七点过了 反正八九点 差不多你去的时候 就去总吃饭 那台湾本岛你去了几次 没去过 刚刚有去 就明天去 金门这边 它毕竟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光的地方 你有没有去什么博物馆 还有金门以前是战地吗 在坑道 你有没有去过 没有 但是你知道金门 是这样的性质吗 就是以前的战地 我知道 知道 就知道 以前金门炮战什么的 以前有学过 八二三炮战我知道 你知道八二八炮战 来之前设想的金门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比较落后 比较落后 那你过来之后的感觉呢 过来之后发现更落后 像你们那边的县城 对吧 可能还不如县城 不如县城 就是到了金湖广场那边 就是 它到金湖广场 最多跟县城差不多 对 就只有一家卖当劳 对 现在大陆随便一个县城 骑马的卖到了 肯德基了 两三家 不知道台湾人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作为的 我从大陆过来的 我觉得不如在大陆的时候方便 因为在大陆 我出门我就拿个手机就行了 24小时之内 我想吃什么 我就能吃什么 一定会有商店开门 也就外卖也很方便 对 外卖也很方便 也便宜 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去到台湾 但是你感觉台湾可能生活没有大陆方便 对 因为台湾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 我了解到了 没有一个APP能做到像美团这样外卖这么方便 但你现在主要是在金门点外卖 金门本来就没有钱 对 所以我所有直播次去台湾去本岛就看一下 那你这次在去台湾本岛你会待多久 看情况吧 十来天左右吧 你这是去计划去待哪几个城市 我想去花莲 花莲 那你这个行程很紧凑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然后从台北玩两天 然后再去台中看看 那我蛮期待你这一次的玩过之后的感受的 跟金门肯定是其实是大不一样的 对 因为台湾毕竟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台湾那么发达对吧 如果你有机会能够再待久一点 或者是再去台湾本岛去上学的机会的话 你会去吗 如果说这个机会比较好的话 比较符合我那个时候的一个一个状态的话 我当然会去选择来 所以总的来说你对台湾的感觉是觉得还还不错 还是说还挺好的 还挺好 哪怕你是在金门 金门给我感觉是一个慢节奏的一个地方 它只能慢 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对啊 因为它没有办法有些生活 谢谢你贾同学 谢谢贾同学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访问第二位同学 他是来自吉林省四平市的郭同学 视频让我想起来前几年特别火的这个四平青年那部网络电影 感召了很多人 实在有点暴露年龄呢 我也在看 他基本上把四平这种城市推向了中国 对啊 就是那种东北位很强烈 然后你能从那种 现在的话说土位 但土位中你其实可能看到很多人性的东西 那你是现在是什么专业 运动休闲 你也是交换生对吧 对 我也是交换生 所以你也是来了二十多天 对 也是来二十多天 你们是同一个大学的吗 对 我也是同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 难道你也是棒球专业 不 我是练田径的 田径 对 你来金门之前 你印象中的金门或者台湾是什么样子的 我印象中以为它会是一个像大陆一样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小道 但是来到之后了发现是一个 乡村 乡村类型的小道 那你之前你知道金门也是因为历史教材 对 金门炮战 对 那你的感觉会不会有落差感或者有点失望 怎么来到这个地方 还好 就是一个地方一个生活的节奏 像大陆也是一样 一个地方一个生活的节奏很正常 对 它这个地方是正常是该慢节奏的东西 它快节奏起来 它就不是很舒适 那你现在这么年轻 就是它在这又没有夜生活 也会不会觉得不习惯 还好吧 有没有觉得点外卖很不方便 确实有一点点 有一点 我还在强调 就是在金门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它是战地嘛 现在还有驻军 对对对对 所以在本岛还是很方便 对 对 之后会有去台湾本岛玩一下的想法 有有有 计划什么时候去 我跟他一样 我俩打算是明天 明天一起 对 我俩是明天一起 难道你的行程也是台北到花莲这两个地方 差不多 我俩是来之前就是认识嘛 然后之后我俩打算一顿去 正好赶上一个个放假 周周日 为什么去花莲呢 想欣赏欣赏花莲那种风景 像海边呢 我感觉非常非常好 我想去看看 四平没有靠海 我刚来台湾也是觉得 哇 觉得哪里都是海 觉得很新鲜 对 四平比较内陆一点 都是平原 它没有海 对对对 那你对台湾的设想是什么呢 会不会觉得是一个大一点的经文 不会 因为我从各种自媒体板件上看到了 台湾像台北 还是会有很多俄罗大厦的 对对对 所以说就是了解了一些 那你对台湾就是 你刚才说你在刷自媒体 主要是在刷哪些自媒体 就是哪些平台 抖音 抖音 抖音美主 是抖音还是TikTok 都有 都有 但是抖音会多一点 抖音就是大陆版的抖音 对 那你平时会去了解台湾是什么样子吗 去看台湾的新闻啊 或者台湾的节目啊 什么的会看吗 没有 最近是没有了解 那你对台湾的 对台湾有没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就是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我认为它跟金梅相比 就是会好一些 节奏会快一些 就是认知到这 对 还有它什么经济状况啊 发达程度啊 有 有感觉它会 整体比金梅要好很多 它跟大陆相比 有点像大陆的二线城市 二线城市 对 那你之前有没有了解 比如台湾的人均收入啊 什么的大概是什么水平 你猜呢 人民币大概在四千五千 你说工资收入 两万 两万到两万五 我认为可能 打了个折 那我还是非常希望 就是看你这次的台湾型 就是能够给你更多的信息 那这样的话 当时就是你们学校 在选拔说交换生来台湾的话 来金门交流的时候 你为什么决定来 通过之前来的一位老师 他是跟我很熟 是文学老师 他来过金门大学带队 我跟他探讨过 他说这个相当上非常不错 这种校园环境 环境 对 有你们原来学校大吗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好 谢谢 谢谢郭同学 谢谢 采访第三位路生 我为什么把他放在最后呢 因为我觉得他来的时间 是这三个里面最长的 他从大一就来了 他不是交换生 是真的学卫生 现在已经硕一了 当然念的人也是运动专业 我就特别好奇了 不是血气放钢的学生 他为什么可以在这里 念了四年本科之后 接着念硕士 然后那么这位蒋同学 对这个金门以及台湾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非常好奇 所以非常欢迎蒋同学 谢谢大家 你是从浙江杭州来的 对 更好奇了 因为刚才那两个同学 他们毕竟还是不是一线城市 就是什么资博四平 就是可能二三线三四线 你在杭州是一线城市 你为什么会选择来到金门这个地方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吊吊铃铛的 然后上课也不好好念书 然后被班主任念 然后他跟我说 你这样考不上大学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你去参加体育考试 或者参加艺考 艺考的话就是我考音乐 而且因为我自己学 然后就低空飞过 然后就50分过 先我考了52分 然后这样的话 我就拿到了艺术生的 就是标准 然后这样子我再参加高考 就可以填 就是填爆台湾的学校了 因为我本来就是 音乐跟体育里面选的 我选了音乐 但是选专业也可以选体育 因为大陆的体育直接 那个高考的话是 没有办法就是考到台湾的学校 你这样曲线过来 那为什么会选择 就是要来台湾上大学 因为其实有比较过 因为第一个想法是想离家远一点 不想被父母这样念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觉得想 多走出去看看 而且因为其实 据我自己所了解的 就是包括我家人所关注的 在台湾之后 就是出国留学也好 还是去其他地方发展 要比在大陆的平台 会更大一点 对啊 对对 也会更简单一点 不会那么就是 挤和内卷了 用他们的话来讲 但是你当时觉得 就是台湾是一个什么地方 就是如果它既然是这么 就是可以给你提供 更广大的平台的话 那你觉得台湾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就是比如它的经济状况啊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和大陆相别 台湾的经济状况 和我家杭州那边的经济状况 其实是可能 杭州会稍微领先一点 因为现在其实 包括现在互联网的 就是高新科技产业什么的 在杭州其实 就是会花重金 跟重大时间局 现在那边培养 包括现在就是 抖音上很多的就是带货 因为很多现在收入都是靠那边的 互联网产业 互联网产业带起来 可能会觉得 杭州的经济发展相较于 台湾会高一点 但是呢 就是其实更喜欢 就是多走出去看看嘛 然后就选择来台湾念书 我突然发现 好像感觉你的骨子里面 比较向往自有 包括你说的 这个高中的时候 比较叛逆 对吧 就是一个灵魂 比较不羁的一个人 所以选到台湾 好像也很正常 但是问题是 你来的金门 金门因为它是战地 所以它其实发展 比较受限 就是你一路怎么克服 我已经习惯了 就是它的慢节奏 其实这样子 对我的好处就是 它能让我更静下心来的 去做身边想做的事情 其实如果 我把我换在 会换一个环境 如果说我在台北 或者说我回杭州 我整个人就是 显得一个很浮躁的状态 就静不下心来去做 那你平时除了上课 你还喜欢做什么事情 课与活动还会去游泳 跟踢球 然后唱唱歌什么东西 都是生活的 我们班就只有一个陆生 其他都是台生 其实跟他们相处下来 其实关系 从一开始就是 我们就感觉是不一样不一样 但是后面就慢慢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之后就是有个小关系 我们就会经常一群人去玩 你之前就是觉得 大家不一样在哪里 担心是觉得 其实我会觉得 会不会就是因为 就是我们有些习惯会不一样 然后会对方会不太适应 会觉得就是 会不会就是找不到 跟他们聊天的话题一开始 但后来其实发现没有 其实慢慢了解下来之后 他们会想对大陆 会有一点点了解 他们也是觉得你是一个窗口 对对对 我觉得我是窗口 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 我会带他们去大陆玩 最近所以我就带他们去厦门 然后去厦门之后 他们会发现 就是我们的支付方式 就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这样子其实他们也就 后面才知道 原来大陆会比较方便 那你在台湾玩了那么多次 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地方 最喜欢的地方是 花莲跟小琉球 你是就是喜欢玩水的那种 从小就一直在游泳 然后就比较喜欢 起轮潜水的那种 然后上次去 去年我去小琉球 考了CMAS的一型潜水证 你都有潜水证了 对还有就是去年 也考出了游泳教练证 就是跟水相关的东西会比较干净 所以你是觉得这两个地方比较好玩 对 花莲是因为它的自然景色比较好看的 所以我就喜欢去花莲 那我就很好奇像你们这一代 在你们来台湾之前 你通过什么认识台湾 像我们就是通过港台歌曲 台湾歌曲的周杰能量SHE 还有偶像剧 那你们是通过什么 我小时候有课文 然后我国中的时候来过一次 来过一次那个时候是沿西线走了一圈 五六天的时间 然后后面是在这就是我考大学 流行文化的话就是音乐 通过音乐 我自己因为喜欢音乐的话 就是港台的歌曲会听得比较多一点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 其实你来之前对台湾还是有这方面的好感 就是这种流行文化上的 音乐文化上我会觉得就是台湾的音乐文化 会比内陆可能会更有氛围感一点 那你来了五年了 而且台湾本岛你也玩了很多次 那你觉得两岸的 比如风土人情啊或者文化啊 你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教育方言的话其实就大陆的硬食教育 他们那边的教育就很生硬 可能很死板一点 就大陆那边 比较刻板 反正就我们的高考也是出了名的嘛 对啊 很痛苦 所以就是一个都是慢慢来的过程 没有办法去改变的话 我们就只能适应 对对对 对吧 可能在台湾的话 你可以想改变 你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 不要自由化人心一点 因为你刚才说 你一直想出去看看嘛 那如果在台湾这边 比如你硕士毕业了 你是不是还想去别的地方 哪个国家 继续留在经文念博士科医吗 你为什么这么中情经文 因为已经习惯经文的慢生活慢节奏 那包括可以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不会念 继续往上念 就是我会慢慢考虑 走一步看一步 那我不会那么心急 对 我还有一年时间就是毕业吧 对啊 你会不会觉得台湾这边有一个方便呢 就是因为大陆那边 你回去了就没有办法 只能用微信跟他们联系了 但是在台湾这边 就比如用脸刷 IG啊 不用翻墙 这算不算有种方便呢 是确实是 因为在浏览网上 可能就没有什么限制啊 跟那个区别 你觉得这种方便 它会改变一个人的思维吗 就是思维方式吗 会 会 会改变 会改变 其实我做个比喻就好了 其实两岸之间 我们就隔离路墙 来之前 我可能就是在墙的另一边 对 但来了这边之后 我现在可能就是站在墙上面 我自己可以看到 那个大陆那边 也可以看到台湾这边 哇 你这个比喻很形象 那我很想知道 这五年的台湾大学的 就是台湾这边的金门大学 给你的教育 你觉得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高中的时候交朋友比较少 那个时候大家就 可能那个时候就 私心会比较重 但是其实来这边之后 就好像没有什么私心 包括身边台湾同学 包括来的 大家都没有什么私心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 你觉得是不是台湾社会的 一个不同 算是 就是这种人情味比较容易 人情味会比较重要 没有什么太大的 就是防备心理 今天非常荣幸地访问了 三位来自大陆的同学 而且他们在金门念大学 真的是非常令我惊艳 尤其是第三位同学 他竟然在金门这个地方 待了五年 而且还愿意继续待下去 就是他说了很多 让我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比如他认为 他们并不是我们想的 从墙内走到墙外了 或者怎么样 他就在墙上 他既可以看到那边 可以看到这边 有时候可能去定义一个 什么东西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你的观察的角度 以及愿意去观察的 一个思考力 以及这样一个动机 这个整个社会的体系 愿不愿意让你去自由思考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好 非常感谢蒋同学 也感谢今天的三位同学 感谢 好 谢谢大家收看 这一期的乱世家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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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 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